爱美丽 古灵精怪的小天使 妮娜 性用品店的小职员 法国女孩爱美丽有个不太幸运的童年 爱美丽的芭比是一个医生 只有在给她做身体检查时 她才会碰一碰爱美丽 更逗逼的是 她仅仅因为爱美丽心跳过快 就决定不让她上学了 于是爱美丽在家跟妈妈学习 八岁时爱美丽的妈妈因意外事故去世 伤心过度的爸爸也患上了自闭症 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 从此爱美丽变得更加孤独 慢慢的爱美丽终于长大 在巴黎一家咖啡馆做服务员 但她仍然找不到人生的意义 1997年夏天 戴安娜王妃在一场车祸中不幸身亡 爱美丽看到这条新闻后 突然意识到生命是如此脆弱而短暂 她决定去影响身边的人 给他们带来欢乐 一个偶然的机会 爱美丽在浴室的墙壁里发现一只铁盒子 里面放着男孩子们珍视的一些宝贝 于是爱美丽决心找到铁盒子的主人 把这份珍藏的记忆归还给她 当爱美丽看到铁盒子的主人 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拿到了铁盒子时 痛哭流涕的时候 一个在暗中帮助他人 修复他们生活热情的伟大理想 在他心中萌生 冷酷的杂货店老板 备受欺负的伙计 由于阴沉的门尾 还有对生活失去信心的邻居 都被她列入了帮助对象 爱美丽积极行动起来 虽然遇到了不少困难 有时甚至也得耍耍手段 拥有恶作剧 但经过努力 她还是获得了不小的成功 帮助他人的过程中 艾美丽也遇到了 自己的白马王子的秘密 一个在成人录像店打工的穷屌丝 艾美丽捡到了妮诺的相册 发现她也是个奇葩的人 于是艾美丽用她一贯的古怪方式 把自己介绍给了妮诺 妮诺也沉迷到猫捉老鼠一般的游戏中 终于 妮诺找到了艾美丽的住处 但长期的孤独让艾美丽不敢面对爱情 没有给妮诺开门 妮诺留下了一张纸条走了 这时候 被艾美丽帮助过的老画家告诉她 幸福要靠自己争取 艾美丽听后立马夺门而出 刚好和妮诺撞了个满怀 然后 两人情不自禁地稳在一起 互相把身体交给了对方 从此过上了 没羞没躁的幸福生活 有情人终成眷侣啊 天使艾美丽是2001年 法国的一部爱情电影 由让皮埃尔热内指导 奥黛利塔图 马修喀索威斯等年媚出演 影片独特的魔幻气质 在2001年的欧洲电影奖 和2002年的法国凯撒奖上 双双获得最佳影片 和最佳导演两项大奖 关注微信快看电影305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整版了